关于他对我的辱骂 我们也曾经给他过机会 碍于他面子拉不下 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抱歉 严雅伦开的手摇引前合伙人 出面控诉过去一起经营饮料店 严雅伦多次言语辱骂 根据前合伙人提供的截图 双方因为理念不合 严雅伦说在群组要退出 标骂不雅字眼以外 还呛大家只会贬低别人 显示自己厉害 有哪一个赚的钱比自己还多 随后离开群组 另一份截图对话 是前合伙人跟严雅伦 当前合伙人提到别侮辱自己 严雅伦反抢用别人的职业道德绑架 指责对方刮别人胡子前 先看自己的刮干净了没 要对方讲话公平 不要好像自己是独资两百万 我至今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回应 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道歉 并非我对他口出恶言 严雅伦说出那些不雅言词 我知道他已经看过我的现实动态了 我真心只是希望 一个真诚的道歉就可以了 严雅伦还被前合伙人爆出欺骗消费者 标榜知名品牌鲜乳 用的却是其他品牌 还要员工告知客人 是小农鲜奶不要提牌子 制作过程不卫生 另外标榜使用高级茶叶 其实是越南茶 奶茶也不是县煮 而是隔夜 因为其实它是越南的好茶 就是它要攀爬才有办法摘下来的 一起推销饮料 老板模式非常专业 却传出辱骂争议 欺骗顾客 结稿前经纪人都没回应 性骚还未平息 饮料店又出问题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三菱希望国选省为台北 采访报道